原标题,为修理唯一的航母俄罗斯人敢想敢干要将船务二合一近日,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刊登了科斯特林斯基和伊万萨夫·罗诺夫的文章,他们表示俄罗斯政府、国防部、工业和贸易部、联合造船公司UC为了给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不得不提前对第35修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工程。 之前,已经制定了第35修船厂的现代化改造计划,但预计开始时间为2021年。由于2018年底,ZZ-50浮船物的意外沉没,造成俄罗斯失去了唯一修理航母的手段。 至今,这座浮船物依旧躺在科拉湾的海底,俄罗斯并没有打捞它的计划。 第35修船厂是俄罗斯设备比较先进的造船企业,但其干船物并不能容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好航空母舰。 原本讨论长达三年的现代化改造方案并非为了使其具备能够修理航母的规格。 现在ZZ-50浅了,第35修船厂必须要修航母。 为了能快速拥有容纳航母的干船物,俄罗斯人敢想敢干,决定启用二合一方案。 将第35修船厂现有的两座平行排列的干船物长度为200米。 现代化改造工程将拆除两座船物中间的隔墙,将其变成一座大型船物。 原本2021年开始的改造工程,由于ZZ-50浮船物的沉没提前到2019年开始, 可以看出俄罗斯为了修理唯一的航母已经是应急稳投一,责任编辑。